環保人員全部武裝在和平醫院周圍進行大消毒 月14日一口氣暴增29例本土病例 有兩例就在這裡 這波病毒來得又快又兇猛 在這裡面我們至少確定的 有兩位是重症個案 其中一位也已經插管 華航諾富特相關的個案也都 最後有一例也快要呼吸器 本土疫情連環報也催出國內疫苗接種率 13日是一口氣打了21394劑 再創3月22日接種以來的單日新高 本土案例不斷飆高 前衛生署長楊志良 直接點名指揮官陳時中防疫不力 才會造成這波疫情 應該要下台負責 他喜歡講話我們聽聽就好 短短11個字冷回直接據點楊志良 畢竟疫情當前這把熊熊大火 也不是靠口水就能澆息 環節新聞將博偉黃沛涵台北報導 黃沛涵特 衝判